不要不要不要 我说我说 我们我们只想着把王妃娘娘挤对走 我们二人早晚能当上王妃 那啥 我可以说一句话不 说 现在毕竹和翠竹两个人都受伤了 差不多就算了吧 虽然两人想当王妃 听起来好像是白人做梦 但有句话说的好啊 不想当将军的士兵都不是好士兵 正因为人有理想 所以才会有前进的动力 你说对吗 小王发现自己的头更疼了 你从前未婚 他们也未嫁 俗话说 窈窕淑女 君子好求 那么偏偏君子 淑女也好求不是 他们倾慕你 你应该高兴 说明你还有魅力 你 够了 将两个人丢出王府 今生今世 不得踏入王府半目 做王府中人 谁继续和他们两人牵扯 一起丢出王府 是 等等等等 你们等等 别拖他们走 东方列子把他们两个人睡了 现在丢出去 他们还怎么活啊 叶琉璃你说什么 他们两人 不是你的通风丫鬟吗 贤王气不打一处来 他将双拳逆的喀巴指响 用全部的理智 控制自己不亲自将面前这可恨的女人 活活掐死 本王没碰他们 啊 呃 我说 我说 这么两个如花似玉的美女 白天晚上的伺候你 你真不想做点不可描述的事情 不行 难道 你是断秀 不是 那一定是不行 终于 一掌隔着空气 将叶琉璃拍了出去 哎呦 好疼啊 王妃娘娘 王爷有令 让娘娘立即沐浴 没问题 但本王妃习惯被自己的贴身丫鬟伺候 你们去栏方圆 将玉兰和玉珠两个人叫过来 是 娘娘 娘娘 您怎么了 啊 没事 我刚刚在盗念我这短暂的真操 娘娘 王爷要重姓您了吗 娘娘 别说得那么卑微 明明是顾奶奶我重姓她 娘娘 您在抖 嗯 娘娘 您为什么抖啊 好